大家好 去越南 除了買這隻G7的咖啡之外 貓屎咖啡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買 貓蘇在超級市場找到這罐 這罐真的只有越南才買到 那就是 一隻烏雞 越南人除了吃粉和炸春卷之外 其實還有一道菜是他們很喜歡吃的 就是一個燉的竹絲雞 它寫明裡面一罐就會有一隻 竹絲雞 這次貓蘇特地買回來 開給大家看 貓蘇之前在河內 食家叫了一碗 來比較一下 來喝了 好 畢竟所有東西都一定要有比較 在喝這罐頭之前 我呢 就叫了一碗 鎮年成煲出來的烏骨雞 清燉竹絲雞 它其實是竹絲雞 烏骨雞就是竹絲雞 可以了 ok 這個 六十萬盾 六萬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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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十八 二十元 二十元港幣 這次遊行去了越南 無論如何都要找他回來 但超級難找 由胡志明都找不到 遜港也找不到 最終去到河內 大型超市才可以買得到 這罐烏骨雞燉藥材 它總共有五至六種味 不同顏色 除了這個是燉藥材 比較普遍之外 這個就叫做雞熟五味 就是熟五味 我就不太明白了 五味就是什麼呢 這次試了這個最基本的燉藥材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燉的當歸 哈哈 現在可以了 因為它是湯 所以你開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 不要倒捨 不像平時那些罐頭 因為它裡面 水分是很高的 我在罐裡黑漆漆看不到 那就倒進碗裡 一會兒我也要放進微波 燒熱去喝 除了一些紅棗藥材之外 它真的 不要開玩笑 開玩笑裡面真的有隻雞仔 剛剛倒出來的味道 就沒有餐廳的藥材味那麼厲害 嗯 我想可能還沒加熱吧 放在鍋裡 讓我把它叮一下 看看會怎樣 好 叮三分鐘 嘩 已經超級熱了 藥材味終於出來了 很濃 那些當歸味 不過幸好 貓叔自小喝慣燉湯 所以藥材對我來說已經 喝到慣了 整體性就真的沒有騙人的 它真的整隻雞都齊了 有頭髮 爪液 不會多隻腳 藥材 藥材那方面也有些 不淮山 這塊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 那塊當歸 有些二米 山地熟地 那類的 雞雞雖然小了些 但至少 還有一點肉 原來還有一點肉 還可以扯到幾條雞肉絲 所以 至少那個罐沒有騙人 罐裡面真的有一隻雞 不過是很小的雞 如果拿這個罐頭和餐廳的比較 它已經是有九成 九成次 味道 好拍得住 而且它也很清 不會太多油 不過呢 味道就淡了一點 如果你個人口味重一點 你可能要加兩粒鹽 如果你個人喜歡喝 藥材湯的話 燉湯的話 我是非常推薦你喝 如果你去越南的話 就去大型超級市場 就去找一下這罐烏龜 烏骨雞燉湯 烏骨人道 除了買G7咖啡和河粉之外 如果你好像貓嫂那麼喜歡喝湯的人 這罐是絕對值得你在越南 買回來的其中一個手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like 如果想要收睇 按個訂閱 貓嫂繼續吃罐頭 拜拜